昨天看见一位朋友 是先飞到长沙 这个爬了恒山 然后跑到西安去爬了华山 说你的这个体力真的很牛啊 这就是强女 女友里面的比较厉害的一步 所以有的人出门旅游啊 他就尽挑不好的地方去 尽挑没人的地方去跑 尽挑那种危险的地方跑 这种习惯或者说这种 玩法真的是很令人这个炸舌 最近呢云南有一个景区叫埃劳山 人家直接发出了这个公告 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危险 虽然是景区 但是呢这个景区最近还发生了四位游客 这个不幸遇难的事情 所以整个埃劳山景区呢 那里面存在很多奇怪的现象 你比方说就因为这个地磁现象导致指南针 失灵的问题 那你走进去就可能找不到出来的路了 本来就是原始森林啊 再找不到南北怎么走得出来呢 还有呢就是晚上或者说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啊 某个地方会冒出来一些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直接就中毒啊 就憋死了 闷死人在里面 所以很多人去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埃劳山是蛮危险的 不是普通游客能进去的 即使进去了啊 也很有可能惊动国家的有关部门去组织救援队来救你出来 所以你看到大量的普通游客开着私家车 直接奔埃劳山进山 不可取 真的出去玩了 休闲一点好 拿着生命去冒险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更不应该的是借着那些网红啊 这个特别是这一次埃劳山为什么成为著名的景点 是因为有网红在网上发了视频啊 大家看了以后不错 好玩 太高兴了 太开心了 你人家玩人家的 自己玩自己的 这大部分老百姓来讲 过得太平 其实这就足够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